我想黃三三委員今天在立法院已經有回應過了 因為這幾天陳菲傑夫人是在黃三三家裡做休息 所以昨天第一時間是先回到那個黃三三家裡做稍事的休息 那後續包括黨部未來的運作呢 還是要等到中平會也來做相關的處理跟相關的認定之後 後續的中央委員會才會做後續的動作 好我們今天可能還會再來討論做營運 不如鬆口期間沒有再開記者會 沒有我們其實都是有相關需要對外界說明的時候 我們才會開記者會 並沒有說运逆說每天或是說一定要開什麼樣的記者會 謝謝 我們當然尊重每一位發言的權利 雖然說這位創黨大佬我也不清楚是誰 不過每一個人都可以提出他的想法跟建言 那我們作為黨中央的幹部 我們也虛心的受教 然後時時的翻新改進 那我們當然都希望這個黨可以越來越好 好謝謝大家 謝謝 好